伪奇定理 用心理暗示让对方动摇内心 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学家伊沃伪奇认为 即使你已有了主见 但如果有十个朋友看法和你相反 你就很难不动摇 这就是著名的伪奇定理 每个人都会受暗示的影响 如果为数不少的人与你持相反的意见 那么你就会不由自主地相信众人 《战国策情策2》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曾深住在费义 有一个与他同名同姓的人在外乡杀了人 于是一股曾深杀人的风便席卷了曾深的故乡 第一个人告诉曾深的母亲 你儿子杀人了 曾母不为所动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儿子是不会杀人的 于是他继续安之若素的织布 没过多久 第二个人也跑过来对曾母说 曾深真的在外面杀人了 他还是在那儿不慌不忙地穿梭引线 继续直布 但心里已经起了怀疑 忧过了一会儿 第三个人跑过来说 曾深真的杀人了 曾母害怕了 急忙扔下手中的桌子 端起梯子 越墙从僻静处逃走了 人们对于别人再三的意见或传言 暗示 总是持着相信的态度的 即使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说法 或者错误的意见 也会因为说的人多 或者另外一个人的再三强调 而使得当事者信以为真 生活中 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一群人遇到一个岔路口 当一个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时 如果与众人的选择相反 那么很快 他可能也朝着众人选择的路口走去 当一个人做出决定时 如果周围的人都反对他 怀疑他 也就很少人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 就算能够坚持 也往往因为大多数人 在过程中对他的否定而导致失败 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群蚂蚁将要比赛 看谁能最先爬到一块 高高的大岩石上去 于是呢 一群不参赛的蚂蚁来观战 观战的蚂蚁就开始说 石头那么高能爬上去吗 一匹蚂蚁听了 看看面前的石头产生了退意 于是众蚂蚁嚷道 太高了根本爬不上去 第一匹蚂蚁就留在了原地 另一些蚂蚁呢 看到一些蚂蚁留在了原地 开始犹豫不决 但也爬到了一半高 这时观战的蚂蚁继续嚷道 太高了 累了吧 怎么能爬得上去呢 下来吧 于是这匹蚂蚁也下来了 随着观战的蚂蚁越来越多 议论越来越倾向于爬不上去 越来越多的蚂蚁都选择了退缩 最后只有一只小蚂蚁爬到了石头的顶端 蚂蚁们纷纷问它怎样做到的 发现它原来是一只聋了的蚂蚁 所以呢 不要只顾着给对手放烟雾弹 也要衡量一下自己是否能够不受影响 否则自己的暗示最终导致自己也被烟雾弥散了 就得不偿失了 竞争的双方不但是对手也是伙伴 因为你们要面对的是众多的旁观者 而旁观者的暗示 常常会令你们两个人都产生困扰 尤其是对于心智不够坚定的人 产生的影响是很难预测的 韦奇同时认为 许多伟人之所以成功 就在于比别人看得更高 想得更远 更坚定地忠于自己做出的选择 对于世人来说 最卓越的成功者只占人群的5% 他们的意见注定和大多数人不一样 所以最终才能胜出 其实 只要你的意见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准确把握上 并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人们渐渐也会相信你是正确的 并朝你靠拢 对于众人的暗示 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 大到择业 婚恋 小到出行 购物 都应该依据事实 自己做出决定 众人的意见要听取 但要有主见 有主心骨 才可能不受负面影响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尾其定理的心理应用 一 凡事有自己的主见 意志坚定 不要因为旁观者的议论 而产生退意 二 一定要根据事实 做出自己的决策 并始终忠实于自己的选择 才可能成就伟大的事业 感谢收听 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